哈囉大家好 我是馮家翔的教練Yuna 中秋節快樂 那大家是不是很擔心 中秋越圓人變圓呢 不用擔心 我們今天就來進行一套 以槓片的全身性訓練 那這樣子的全身性訓練 一週可以訓練兩次這樣子的強度 就不用擔心中秋過後人會變圓囉 接下來的動作呢是硬舉 那我們的腳呢 站跟肩膀同寬 腳尖朝前 那待會我們動作就是 屁股往後推 膝蓋尾彎 這樣重心直直的下 然後下去的時候 核心要記得收緊 我們的肋骨跟骨盆 要擺位在同一條線上 這樣我們核心才可以保持處理 然後寬往後推 好 那我們拿起槓片 那這個動作主要是訓練 我們的腿後側肌群跟臀部這樣子 好 我們開始動作 收下巴肋骨收緊 頭心收緊之後 屁股往後推 好 這個動作呢 特別要注意的地方是我們的肋骨啊 跟我們的股盆 要在同一條線上保持核心收緊 好 這個動作呢 這樣子我們在往後推的時候呢 核心才不會鬆掉 鬆掉的話我們的豎脊呢 腰部的壓力就會比較大 重心比較難在我們的屁股跟我們的腿後上 所以如果我們要訓練我們的臀部跟腿後側肌群的話呢 核心要記得收緊哦 好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動作呢是攻步蹲 那攻步蹲的話我們就是前後腳站 腳尖朝前 然後腳呢 踮起來 重心放在兩隻腿中間 那我們待會再蹲的時候 前腳保持90度 後腳也是 所以我們重心放兩隻腳中間 那我們下去的時候特別要注意的地方啊 是肋骨跟骨盆要在同一條線上 核心保持收緊 重心直直的往下蹲 那為了不要骨盆歪掉 我們在蹲的時候可以想像後腳的膝蓋呢 去找地板的感覺 這樣骨盆比較不容易會有歪斜的問題 我們做一個正常版本的攻步蹲 重心放中間的 那如果希望說我們的大腿前側不要用到這麼多 臀部的感受度希望多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把後腳的腳尖收回來一些 重心放在前腳上 那一樣後腳感覺去腳地板 重心放在屁股上 屁股往後退多一些 這樣我們的大腿前側的感受度就會稍微少一點 如果不想要大腿前側感受度這麼多的話 然後我們做一個重心放前腳的攻步蹲 所以我們腳稍微收回來一點 那待會屁股再下去的時候 可以往後退多一些重心放在前腳上 那接下來的動作呢是火箭推 那火箭推有點像深蹲 我們待會啊就是屁股不往後退太多 直直的下 像深蹲一樣 那上半身的話呢就是肩推 這樣那待會我們會拿槓片 那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呢 是我們待會在蹲的時候 蹲下去的時候我們的膝蓋要朝腳尖的方向 所以如果我們的腳尖它站的比較外巴 膝蓋要急著往外撐開 才不會往內夾造成膝蓋的磨損不舒服這樣子 那這個動作呢會訓練到的肌群 就是我們臀部大腿前側跟我們的三角肌 好我們接下來的動作呢是滑船 那滑船的姿勢呢 我們的腳一樣站跟肩膀同寬 腳尖朝前 那我們會先到硬舉的姿勢上 這樣俯身 那待會我們再往上滑的時候呢 肩胛骨往後收手肘往上滑 那往上滑的時候我們的前臂要垂直於地板 去往上滑 慢慢一下伸直拉長 再把肩胛骨往後收同時往上滑 去把我們的破背肌收緊 對 那我們在往上滑的時候啊 特別要注意手肘不要開掉 那開掉的話可能會用到其他地方肌群待長這樣子 那下去的時候呢 記得核心要收緊 軟容易也會感覺到下背痠 那如果說我們核心已經收緊了 可能重量比較重的話 我們可以稍微換輕一點的重量 這樣比較不會感覺到下背不舒服 那接下來我們來執行動作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動作呢是肩飛鳥 那肩飛鳥這個動作我們就保持肩膀輕鬆 那待會我們會訓練到就是三腳肌肌群這樣子 那我們重心呢一樣放在腳尖的位置 屁股可以稍微往後推一點點 那手在身體兩側 手周圍彎 然後想像往外拋出去 那我們在拋出去的時候啊 想像往外延伸 然後往外延伸 然後不要飛得太高才不會用到肩膀太長 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動作呢是前平舉 那我們的手呢就放在大腿的兩側 待會就是這個動作就是往前往上平舉 那主要訓練的地方是我們的三腳肌前竖 那我們舉到跟肩膀一樣平的位置就可以了 這樣慢慢下慢慢上 那特別要注意的地方啊是 我們盡量不要把胸椎太挺 胸椎太挺的時候 我們在練的時候可能會偏上胸多一些 所以我們可以把肩胛骨稍微往前推出去 然後慢慢的下 接下來呢來執行前平舉的動作 那今天的中秋企劃呢 全身性的槓片訓練就到這邊啦 那這個中秋我們不只賞月 我們用月亮的力量呢來充實自己 大家下次再見啦掰掰 好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動作呢是硬舉 那硬舉的話我們腳尖朝前 然後肩跟肩膀同寬 可以重來 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